每年 season拍新的 TVC的 時候都給我不一樣的場景 但每個場景都很符合 我自己日常喜歡的一些生活的氛圍跟美學 活在框框裡 被限制了 我們要逃出框架 現場我拿到一個框 就讓我想到我喜歡拍照 就是吃的也好 天空 植物 我所喜歡的生活每一個美好的片刻 都想要透過手機記錄下美好的一刻 我相信大家也跟我一樣 但我有時候覺得框是有侷限的 雖然它可以幫我們記錄瞬間 可是放手之後或許會看到更美麗的一片天 更漂亮的風景 我覺得變換的光影就很像時光的流轉 是在這個框框裡面 但是我自己手上要拿著框框 我覺得這個幾何的圖形 Layout也很漂亮 看這個畫面 哇 其實很多欸 因為那個畫我覺得 它好像其實是插花 它是花意 在一個塗料的這個一幅畫前面 我覺得就很像一幅栩栩如生的花 因為那個花它會貼現 它有它的花旗 所以等於那一幅畫它是會動的 它是有生命的一幅畫這樣 這樣子開一點 或是這樣子 走過了一整年 我相信大家應該有值得記錄幸福的時刻 也有覺得比較難熬的時刻 但是你都走過來啦 覺得新的一年一樣一句話 每一刻都是全新的開始 我們就活在當下 把當下過得好好的 然後自然就會有美好的光指引著我們往前走 我要跟大家推薦我自己心裡覺得 哇 很喜歡的一支錶款 它是非常的有愛的愛心錶款 因為在那個錶面上 大家看到那個專屬時區裡面 會有一個愛心 超可愛的 然後它的錶帶 這是我自己很喜歡的那個煙燻粉 有一點灰階的感覺 那個顏色我覺得很優雅很漂亮淡淡的 然後最主要我覺得最環保最愛地球的一點是 這個煙燻粉的錶帶 是用蘋果皮製成的耶 我從來不知道原來蘋果皮可以製成一個這個錶帶 我覺得非常的環保 是一個非常愛地球 然後也充滿愛的手錶 跟大家推薦 農曆一月啊 國曆二月對不對 但我不知道幾月幾號耶 一般上班族應該都放七天嗎 幸運的七天Lucky7 Right 過年預計到我家的沙發跟我家的房間 這兩處走走 就是在家 過年後趁大家開始開工上班之後 我就要出去玩了 等人去爬山啊 或者是跟家人相處在一起 新年到 東窗 過新年就是要穿新衣戴新帽 我覺得還有一個更好的選擇 就是帶新錶 所以呢去年年中你辛苦了一整年 你一定想要比方說包紅包給長輩啊 或是晚輩啊 我覺得有一個更好的選擇就是 新陳錶這個新的錶款 這個伴手裡是非常有愛的一支錶 推薦大家當作一個新年禮物